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其實真的是讓人家鼻酸 在這個週末的時候 烏克蘭的大臣蒂念伯羅 蒂念伯羅竟然被俄羅斯區 做大規模的轟炸 我帶回電視牆左邊這個畫面 左邊這個畫面是非常非常 讓人家鼻酸的 為什麼呢 這是一個年輕的女生 看到她其實是一個空拍 然後就是在這個地方 放大來看 原來是一個悲傷的女孩 對 她23歲而已 她的男朋友在去年9月的時候 已經因為被空襲上身了 在這一次她家 又被打到 其實我們要仔細去分析 俄羅斯為什麼要炸蒂念伯羅 炸蒂念伯羅有什麼戰略意義 我認為其實很有趣的部分 是俄羅斯應該制導 精確的制導飛彈已經用完了 什麼意思呢 因為炸這蒂念伯羅斯的飛機 是圖22的戰略轟炸機 上面掛的是KH-22的航母殺手 反艦飛彈 它是要炸航母的 對 它是用反艦飛彈去炸房子 所以換句話說 它已經沒有精確制導炸彈 才會用航母殺手 這個本還可以炸航母的 跑去炸地面目標 斷打一頭 非常的浪費 而且它炸這個時候 也沒有任何戰術上的意義 唯一有用的是什麼 我就是嚇唬你嘛 可是反過來說 俄羅斯用這種炸航母去炸人家的平地 另外一個你就可以看到 烏克蘭的這個所謂的精確制導飛彈 有多強 給大家看 導播看這個畫面 有25名的瓦格納傭兵團 這25名的瓦格納傭兵團 在這個行軍的過程中 不斷地被瞄準 不斷被瞄準 都被掌握了 其實是有一列人 看得上去野蠶的樣子 對不對 就烏克蘭的無人機 早就已經看到這些人了 就一路跟一路跟 因為你要去一個個炸太麻煩了 他們就想說 跟蟑螂藥的原理一樣 發現全部進入到這個 綠頂的這個樓裡面 裡面可能是總部 馬上派出這個 這個海馬式火箭站 遠程轟炸 一鍋踹 因為這個畫面是剪接過 其實我有看過原始畫面 我特別去算 這些人從被瞄準 然後走進這個 綠頂的屋頂裡面之後 走進開始計時 30秒之內 海馬式火箭站就炸到 就直接炸過去了 30秒 這麼精全 所以換句話說這個無人機 已經標定完坐標之後 回傳給海馬式火箭站 海馬式火箭站開始瞄準發射 30秒之內就已經一波算 完全掌控 對 所以相對於說 俄羅斯這種用戰略轟炸機 上面掛反航空母艦的飛彈 去炸平民的 烏克蘭的技術 真的是進步太多太多了 甚至你看 烏克蘭現在發明這個所謂的 鯊魚無人機 這個鯊魚無人機 我不要講它算是便宜版的彈簧刀 所以這不是美國給它的 是烏克蘭自具的無人機 對 其實大家不要瞧不起烏克蘭 我先講這鯊魚無人機 鯊魚無人機其實不是很大 大概1.9公尺 大概一盞就兩公尺左右 然後類似這種簡易的彈簧刀 彈出去之後 它可以飛兩個小時 最遠可以到60公里 那它要做什麼呢 做偵查跟標定之後 它跟台灣刀不一樣 台灣刀發現我可以去打它 然後查打一體 偵查跟打擊一體 那這個鯊魚無人機 它去偵查 偵查可以做什麼 把剛剛譬如說 一堆俄羅斯人 進入到一個房子裡面 把這個地址的GPS的位置 回傳給海馬市 讓海馬市做遠程的打擊 所以這很好用 另外一件事 俄羅斯有人說 你看抖音軍團竟然大幅的在沉疾 什麼意思呢 因為他們現在前線 其實都是卡圖羅夫 就是車程軍隊在打的 那這些車程軍隊 最愛用的就是抖音軍 最愛玩抖音啦 對 可是現在發現 他們抖音的影片量大幅衰減 主要是說最近沒打什麼仗 大家都在裡面休息 所以沒有素材發售 我還以為是他們軍人變少了 沒有沒有沒有 是沒打仗 所以大家就從抖音軍團層級去推估 現在他們是不是沒有素材 第二件事情 其實西方情報有說 俄羅斯的彈藥火力 大概跟之前比 少了75%左右 換句話說他們真的彈盡源泉 就是打 過去俄羅斯就是焦土真正 就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把你轟炸到害怕來去打 可是現在美國去算 這已經整體略減75% 大概只是原本轟炸量的十分之一 所以要彈要省著用 所以整個俄羅斯這個戰爭打不打下去 我是抱起一個問號了 好 四周其實我們剛看到了 俄烏戰場上面這樣的冰天雪地 說到的冷其實現在台灣也很有感 但是我們要看到美國現在經歷的叫做大氣河流 叫做炸彈氣雪 沒錯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美國可以說是非常多的這個極端氣候發生 譬如說以加州為例 加州在這個地方 事實上在過去一段時間 加州的這個冬天 大部分都是乾旱的一個狀況 但是今年的加州到目前為止是 不斷地下暴雨 下暴雪 甚至造成了洪水 我們之前看到加州是野火 現在看到的都是洪水 對 沒錯 那除了加州這個地方洪水之外 你看往南部去看 美國在中西部這個地方 是出現了非常多的這個龍捲風 那為什麼又有那麼多龍捲風 主要原因是因為 美國的這個冬天的這個 這個所謂北方的氣流下來 跟墨西哥灣的這個溫暖的洋流上去 在這個地方交匯 產生了那麼多的這個龍捲風 所以美國現在是同時之間 下大雪 暴風雨 然後洪水 然後龍捲風在這個地方 不斷地肆虐的一個狀況 好 那我們給大家看一個非常有意思 大家有沒有看到說 那為什麼加州今年會是出現一個 大洪水的這個狀況 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條雲層這樣過來對不對 你會覺得它流的這個狀況 很像一條河流對不對 真的很像一條河流 沒錯 白色的 它真的就叫大氣河流 為什麼會有這條河流在這個地方 就是在這個地方的溫暖空氣 在上下都有高壓 擠壓的狀況之下 它就形成一條河流 而且往這邊走過來 然後走到順風面 有遇到山的時候它就會下雨 那如果翻過這個山之後 它可能會變 天氣也會下雨 但是尤其進入這個內陸的時候 會越來越冷 所以你才會說 加州這個地方是下暴雨 但是在內華達州是下暴雪的一個狀況 就是這樣一個原因 好 那我們來實際來看整個畫面 整個畫面現在已經到什麼程度 拜登都說 我宣佈加州進入所謂緊急的狀態 你看 我剛才不是講嗎 到內華達州就變成這個大雪 過了一個山 它就氣溫下降 對 沒錯 目前為止來說 地面上大概已經積了大概三公尺左右的 這個雪 這個雪是下的非常非常多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就講 在整個順風面 或是整個背風面的這個狀況裡面 有非常多的大雨 大雨來說 加州居然出現 很罕見出現所謂的 你看這是土石流 也就是因為下雨下了太多 它整個土石都已經鬆軟 甚至在很多地方的話 你看 過去加州是 我們都說加州天氣是非常好 結果沒想到居然出現這種暴雨的狀況 你看 沖垮河流 沖整個陸基 這個被掏空的狀況 常常都出現一個狀況 所以你看 這在很多地方來說的話 整個水 完全大淹水 目前加州是有大面積的 冷室停電 缺水的這個狀況 整個路面上全部都濕成一片 那事實上這次加州 加州那麼嚴重 除了這個 我們剛剛講的大氣河流之外 還有一個炸彈氣旋 等於是兩個東西 同時在加州天氣交互作用 所以產生更大的這個問題 那除了這個加州 我們就講 剛才已經跟大家解釋過 就是這個所謂大氣的這個河流 那現在為止 加州全部都在全境 出現一個這個積水的這個狀況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講 剛才我們不是說有龍捲風嗎 事實上這龍捲風發生在 美國南部的阿拉巴馬州 喬治亞州 肯塔基州 它是一天之內居然有45個 一天之內45個 這個所謂龍捲風 那龍捲風來說 當然這個畫面都非常驚人 你看 這就是人家去監視這個 這個龍捲風的這個畫面 那你看整個龍捲風捲過來的時候 很多人都是說 我幸好我逃過一節 比如說有一個男子 有一個男子 他突然在路邊遇到這個龍捲風 因為龍捲風他趕快把車丟下 然後就順著這個龍捲風 沒有走的路徑就往外跑 那這個畫面是什麼 這畫面是一堆人被困在 他們就因為龍捲風 所以他們被困在這個房子裡面 你看這是第一人稱的視角 他們看到龍捲風捲過來了 他在車上對不對 後來就趕快汽車逃往跑 幸好他沒有被 沒有被龍捲風捲走 他說如果我被龍捲風捲走的話 那我這輩子真的就完蛋了 那你看整個這個 還有追風小組去PO出 我們去追這個龍捲風的這個畫面 就有點像之前以前的 這個好萊塢電影裡面 那種追風的小組這樣一個感覺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看龍捲風肆虐過後 你看可以說是一片狼藉的這個情形 你看這包括說阿拉巴馬州 喬治亞州 肯德基州 還有密西西比州 也全部都是一片非常多 被龍捲風肆虐過後的這個狀況 所以我就講嘛 實際上這整個極端氣候 真的是不只是困擾 整個亞洲的地區 其實讓美國現在也處在一個 非常困擾的一個情形